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马荣离婚事件已经持续了几个月 王宝强的两个孩子也最受关注 据悉 王宝强和马荣对于财产和孩子的抚养权争夺十分激烈 传闻王宝强还去做了亲子鉴定 11月19日 又有网友爆料称 马荣近日带着一对儿女在西安北郊的西地港逛街 并且到他朋友的店里购物 购物时马荣把自己遮挡得特别严实 不但戴口罩 还戴了眼镜 而店主也发朋友圈表示 小不起他 但没权利把人撵出去 据悉 在出轨门爆关后 马荣就迅速带着儿女前往老家西安躲避 而且还将在北京的住处换了钥匙 王宝强在曝光马荣送着出轨后 一直未见到一双儿女 由此我们不能想起曾经最强男子汉中的一幕 王宝强给家里打电话 马荣冷漠一对 但孩子却表示想爸爸 希望爸爸能回家 王宝强儿女却为亲生 回想起当时的画面 对马荣的不满就瞬间飙升了 作为母亲有什么权利 不让亲生父亲见自己的孩子 有什么权利去隔离亲子见的天伦呢 现在关于两人出轨的事情 大家也不想过多了关注 就是见个孩子都不允许 马荣也还能多无耻 王宝强马荣离婚最新消息 宝宝获得抚养权已有新恋情 三 GPG近日 有网友拍到王宝强与某神秘美女相约看球赛 时有焦头接耳 像是热恋中的男女 此美女疑似王宝强新女友 看样子 王 宝强已经走出了离婚的阴影当中 随后此美女也被人肉搜索 据悉 此美女不是普通人 廖志宇 不仅拥有哥伦比亚大学MBA 奠基硕士学位的高学历 年仅30岁的她已经是昆仑 红星体育公司的总裁了 简直很甩 马荣几条街啊 漂亮的李慧珍今日开播 欢乐简压开启新年搜狐娱乐训 2017年湖南卫视开年戏 职场减压暖心喜剧漂亮的李慧珍 将于今日开播 并发布Q版全家福海报 剧中九位主演变身可爱的大头娃娃 新年带来活力气象 同时发布的全新剧照 提前透露剧中相互牵连的人物关系 也让观众对于剧情走向更加好奇 漂亮的李慧珍由芒郭影视 嘉兴传媒 乐视视频联合出品 迪丽热巴 成一轮领衔 主演 李慧珍 张彬彬 王霄 王一南 任伟 王一飞 宋文作主演 这部极高颜值 减压 轻松等正能量属性的电视剧 将在2017年的冬天 带来一股暖流 从今日起 每周一至周四晚22点 湖南卫视青春 进行时剧场播出 乐视视频4日凌晨上线 1月23日起 每周一到周三播出 众主演化身小可爱 拍全家福 人物关系挫杂引猜测 Q版全家福海报中 漂亮家族众主演 可爱卖萌 纷纷嗷出噪 行 迪丽热巴的泡面头 更是亮眼 欢托金萌的画风 将为新年带来 轻松喜悦的气氛 李慧珍 迪丽热巴是 接地气的盘腿而坐 表情卖萌却僵守 偷偷指向一年高冷的白浩宇 圣衣龙史 夏桥 丽希瑞史 则暴毙而坐 展现时尚女神属性 林一木 张彬彬是 其实一般守在李慧珍身边 后排的 Emoji时尚杂志的老将 三人祖林浩 王霄 朱英 王一南 微微安 认为 则展示了各自可 爱 正直 搞怪的不同性格 而画面作册的 韩雪 王一飞 和林浩生 宋文作 将小情侣 恋爱的甜蜜 完全地写在脸上 一同发布的剧照中 李慧珍望着白浩宇的背影眼神中 纠结却又怀着期望 复杂的情愫呼之欲出 而到了下一章两人则对作相望 气愤温馨 从擦肩而过到甜蜜对视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也逐渐发生变化 再次相遇的二人 是否可以去写初恋故事 重逢带来的是故事的结局 还是开场 李懿 慧珍手拿生日蛋糕和夏桥站在门外 夏桥信爱地靠在慧珍身上 两闺蜜在最重要的日子 彼此陪伴与守护 成了亲人一样的存在 而李慧珍和林一慕的画风却截然不同 两人被对 而李仿佛在执行重要任务 表情却搞笑十足 三位演员都与李慧珍的生活发生关系 也相互影响 让观众们好奇 四人身上发生的故事 对漂亮的李慧珍的开播 迫不及待 2017年减压喜剧今日开播 剧情走向引发期待 漂亮的李慧珍集结了迪丽热巴 盛一伦 李心瑞 张彬彬等新生派演技担当 更有品质团队保驾护航 加上轻松活泼暖心减压的剧情 令网友的期待值 日益剧增 引额众人对今天即将播出的剧情 进行了诸多期待 李慧珍作为曾经的天之娇女 成年后却变身造型邋遢 无人问津的龙套女 工作也屡屡受挫 曾经饱受欺负的小胖子 反而逆袭成时尚精英 欲寻回初恋的白浩玉 约慧珍见面 却将下桥 误认为是自己的青梅竹马 而发现二人之间 已有巨大差距的慧珍 则将错就错让女神闺蜜 下桥假扮自己 面对假的李慧珍 白浩玉会做何选择 通过努力和热情找到工作的李慧珍 在职场与白浩玉再次相遇 为保持自己在浩玉心中 曾经的美好印象 慧珍一直设法逃避 不料因为种种原因安于现状 更在机缘桥和夏宇同事林一牧 成为好战友 李慧珍 白浩玉 夏桥 林一牧四人之间的感情 将如何发展 今晚见分晓 漂亮的李慧珍将于今日起 每周一至周四晚22点 在湖南卫视青春 进行时剧场播出 乐视视频四日凌晨上线 2017年 让我们一起用温暖开场 责任编辑 吴永强 UK053 分享 赞相关热读